那么时至今日 为什么李扬的疯狂英语又不行了呢 首先一个咱们说 李扬所教授这个 其实无非是把英语和成功学结合到一块 而对于这种成功学 咱们现在很多老百姓也已经清醒了 不吃你那一套了 其实真正所有成功的人都是疯狂的人 只有偏执狂才能成功 忘我忘无忘事 最大限度的开发你的潜能 不得不承认呢 这种砍运的方法 对中国很多人的个性的改造 也是一种很好的分析 什么叫成功学 那成功学 那都是什么你的成功能复制 他的成功能复制 那都是心灵忌堂 根本对现实作用几乎起不了太大的 所以很多人的眼界也开了 不相信你那一套了 这是一个 第二个现在有互联网了 人很容易获得各种各样的信息 也可以很容易把你李扬语教育 跟其他家货币三家 再有一就是我们说的 他这个所谓的感恩教育 你感恩教育 你要善待周围所有人 媒体一披露 李扬跟他父母关系也不好 还对他老婆家暴 这个对他这一套打击是非常大的 你至于励志教育也是 现在我们也知道 宣应语它是个长期的过程 你为了一个目标怎么怎么样 这种方式有点太老土了 已经过时了 还有一点很致命的打击 我们也知道最近这个社会各界的有识之士 对于中国现在过度的英语教育 已经展开了一系列的批判 包括你看北京市高考的改革 再过几年北京市高考 英语由150分降到100分 这些都对英语培训机构是个打击 那李扬当然不可能例外 所以说这些原因决定了疯狂英语 他经过一段疯狂之后 他其中不够扎实 不够理性的一面就暴露出来了 所以说这也是李扬疯狂英语 现在业绩下来的重要原因 这也是李扬疯狂英语